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升级 伊核问题也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无视国际法和国际义务 对伊进行极限施压 并阻挠其他方面履约 这是伊核紧张局势的根源所在 也应该是各方客观公正处理伊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全面协议来之不易 是业经案领会决议合可的多边外交重要成果 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撑 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应当从长远和大局出发 坚定维护全面协议 推动伊核及中东地区局势走向缓和 中方将继续就此 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 为此做出不懈努力